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雅 我們現在打一下巴風的災惡劑 那因為有觀眾朋友問到說 能不能用另一張年度黑金磨滅醫院來通關 通關是一定可以啦 很多實況主都拿來速刷了 只是說我這邊自己還沒有發過 我稍早發的是靈蜜的通關影片 好 那我這邊的話其實也算是非常的低配版了 真的要說10抽隊員的話 我是說隊員喔 不是說隊長 隊員的話 只有這隻是10抽 用來附加消除用 那腐化龍科也只有帶他一顆而已 剩下的話 另一顆腐化就是找戰友的就可以了 好 那總之這邊是我的配置 稍微講一下 這張是銀魂的免費夢魘卡 虛 用來增傷 再來 法典之靈就是拿來製造新珠的 在那個消心扣血跟最後的王冠都可以用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幻靈商店可以換的超獸魔神 就是用來處理那個30下加碎裂那一關 好 那一關其實只有20下 但是這隻可以打30下 好 總之這邊是我的配置 如果你有疑惑沒看清楚 可以按暫停稍微再看一下 剩下我們就邊打邊講解 這隊是可以一次三成就的喔 好 來 第一關這邊我們就是光騎手 趕快讓他進到那個殺戮模式 不能清水也不能大搖 我們就是要殺戮模式 好 來 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去 再拖一回合 總之光珠盡量多消一點就對了 好 來 接著這邊的話呢 我們把靈蜜打開 好 然後遺願也打開 好 然後就直接送給他就可以了 因為這邊有落轉無效 所以你也沒辦法脫光珠出來 好 來 這邊帶走 來 接著第二關 好 第二關這邊的話我們就可以先把附加消掉了 好 啊 消掉之後呢 這邊的話 欸 沒有光珠 好 沒關係 這邊我們補一個增傷下去 然後我們抓角色珠下來 這樣一樣是可以塗光珠出來的 好 啊 我會至少習慣去轉個4C啦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做到一個 回EP的效果 好 來 這邊帶走 來 接著來到第三關 第三關可以先把光的那一隻處理掉 這樣子就不會被鎖記了 好 然後剩下兩隻我們再慢慢收拾就可以了 好 啊 這邊你如果真的無屬卡到一個不行 這邊的話我們直接把靈蜜打開也可以 然後把那個新珠塗過去 這樣送給他就可以了 OK 來 這邊帶走 沒問題 好 來 接著第四關 好 第四關這邊的話我們補一個遺願做增傷 好 那這邊是不能手銷光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可以把光珠塗過去 然後稍微注意他有步數限制 所以你在轉的時候記得稍微看一下喔 好 這樣就好了 好 來 這邊帶走 沒問題 來 接著來到第五關 好 第五關這邊的話要轉兩個十字 這邊的話我們補一個虛的一技增傷 然後這邊的話再補一個醫院 好 那前面幾顆會變起手珠 這個真的很重要 所以要再提醒大家一下下齁 好 我們就去轉兩個十字 對 這一關有兩秒轉 所以要自己稍微注意一下下喔 好 來 這邊就直接帶過去 沒問題 好 來 接著二血的部分 這邊我們就直接先去揍他三十下 好 揍完之後呢 我們再補一個遺願下去 好 這邊的話就直接大力去轉了 一樣 我會至少轉個四組 好 OK 來 這邊就帶過去 沒問題 好 來 我們要準備再附加消除一次囉 好 來 這邊的話就是先把附加消掉 好 消掉之後呢 這邊的話我們就是開法典之靈 然後去弄至少20顆新珠出來 其實你隨便點一個屬性 你就點廠商最少的屬性 這樣子的話 對 要消20顆星應該是沒有什麼大問題才是齁 對 塗過去前10顆會變 這個要自己注意一下下喔 對對對 要注意 星珠起手去拖 欸 我剛剛有點危險 差點就忘記了 好 來 第七關 好 第七關這邊的話呢 就不要消到光跟星就可以了 你可以把它塗過去 這樣比較不會不小心消到 好 啊 一樣就是至少轉個四組 好 OK 好 來 接著第八關 好 來 第八關這邊的話是數字23 那這邊原則上就也是用起手這幾顆去控制版面出來齁 14 14 17 20 23 好 OK 好 來 這邊帶過去 沒問題 來 接著二血的部分這邊的話 一樣我們可以補一個增傷下去齁 好 然後就直接去正常轉 好 來 這邊一樣帶過去 沒問題 好 來 接著來到第九關 好 第九關這邊的話是要消三組不一樣的東西齁 啊 你如果怕傷害不夠 我們先補一個增下去 好 我們就去轉三組不一樣的 好 OK 好 OK 好 來 這邊先帶走一半齁 那另外一半的話就是再做一次一模一樣的動作 欸 啊 你如果怕會死掉的話 你就稍微補一個那個 1技下去 這樣子 當做一個增傷啦 啊 開招 的那一回合所受傷害也不會死亡嘛 所以我們就直接正常去轉就好了 好 啊 就一樣齁 三組不一樣的 把他消掉就好了 把他消掉就好了 OK 來 這邊帶過去 沒問題 來 接著就來到王一了齁 好 這邊也不用附加消除了 他已經幫你消掉了齁 好 那這邊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前面幾顆會變成你起手的珠子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找到木珠齁 等一下齁 把他稍微塗一下 不然會啞拜 好 塗這一顆好了 好 我們就去把全部的木手消掉 這樣子就可以了齁 好 還有一顆 在哪裡 好 這邊找到了 OK 好 順序不一定會一樣啦 你有可能遇到是火仙 或者是光仙 都有可能齁 好 那這邊的話 我現在遇到的是手消全光 然後不能消暗 好 那我們這邊如果暗珠太多 就把他塗過去沒關係齁 好 然後去手消到全部的光珠 好 阿記得齁 就是不要去消到暗齁 好 每一個回合都是9顆啦 他會幫你轉9顆出來 例如光 就是轉光9顆 好 那這邊是手消全暗 不能消光 好 這邊的話就不用擔心了 因為 他這邊是結界地 好 看一下齁 有沒有消到光珠 沒有 好 OK 好 來 接著手消全水 那這邊的話稍微注意他還有一個火焰地啦 所以你就是 自己稍微留意一下下齁 好 阿全水 把火太多就把他塗過去 這樣子比較快一點 好 阿就不要消到火珠喔 好 最後的部分 手消全部的火珠 然後不要消到木珠齁 好 那我這邊看一下齁 木珠應該是還好 好 這邊先把他塗一塗齁 好 這樣子 OK 好 來 這邊就帶走 那最後就是王冠的部分了 那這邊的話其實 對 我們就是直接去那個齁 把整版變成新珠 只是這邊要稍微補一個增傷下去 好 我想一下要不要補那個喔 好 補一下好了 靈密 好 然後我們就直接點法點之靈 然後選光珠 好 這樣子的話就沒有什麼太大問題了 然後我們抓著遺願角色珠下來的時候 要稍微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前面幾顆會變成起手珠 這個很重要 還是要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下齁 好 然後去把全部的新手消掉 就可以了 好 這樣子 好 我甚至沒有消到角色珠 但是大家可以稍微感受一下 傷害的部分完全沒有問題齁 好啦 那這邊的話就是 魔黑金遺願通關 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撲